OdioJungle 称不再追究其过往的反共行为 另有传言指 当局已下达一份海外年轻意见者的通缉名单 中国驻澳大利亚前外交人员向本台透露 中国一直在留学生群体中建立情报网 吴亦彤黄乐涛报道 美国乔治亚大学留学生古义 周五26日向本台透露 他今年前曾发表过 至国内学子六四公开信 近年又多次发公开信批评习近平 他早年就读大学的所在安危及家乡四川 两的国宝不断队 其亲友进行骚扰 Aspigo等于WiadoW ABSBYGOOGLE PUSH 近日在有国宝向其亲友发出离写 称古义在一份层级很高的通缉名单上 为了解国宝证实意图和通缉名单是否存在 古义日前于名叫徐永泉的安徽省国宝直接联络 国宝改口称他并不在通缉名单上 并趁机又齐回国 据通话录音显示 国宝劝说古义改过 并为当局提供海外民运 中国富商郭文贵的相关情报 国宝 你会来直接送监狱 根据我的理解 应该不会 不过毕竟你这么活跃 有这么多言论 对国家 对政府 造成了一定负面低影响 你肯定被关注 你在美 国法我们国内看不到吗 有人在关注这些事 郭文贵 还有你们所谓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些情况上面 也很感兴趣 就是美国民运圈多少人 现状怎么样 平时活动怎么样 这样的话 你能通过我这个渠道到达上面 你稍微干一点都会比社会上绝 大多数人过得要好 古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强调 一些海外意见留学生 家人同样被骚扰 集结到国宝恐吓于立右电话 他提醒海外学子不要相信 Aspigo等于 Wiado Asp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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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古义 秘密警察多次骚扰 我的家人和朋友 并且恐吓说中国 有一份针对海外年轻异议人士的名单 而我已在境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在这份通缉名单上 我就主动联系国保徐永泉 徐永泉很热情 建议我书写秘密报告 我不相信这位国保大对偿的话 这两年来 他们对我这么用心 现在却说我能回去 我想他只是想招募我做间谍或想把框回去 和我一起在致习近平公开信上签名的活跃人士 如果真的听信了他们 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 本台目前无法证实通缉名单是否存在 记者多次把打徐永泉电话 义无回应 目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的吴勒宝也向本台证实 国保一直透过家人朋友 甚至直接打电话给他进行施压 要求其不要发表对习近平的批评 言论及向当局提供情报 吴勒宝他们反反复复的骚扰我 并且要求我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海外民运的活动 海外意见人士的一些活动 他们尤其感兴趣为乌尔人和藏人的一些活动 反反复复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以我将来回国这个条件 我告诉他们我不会回去 他们跟我说 你的家人年岁已高 你总是要回来看看家人的吗 就是为